40.7 那现在是26.6 那不是掉了14公斤 公斤 24斤 28斤掉了 嗨朋友们 在讲四虎是如何从40.7公斤减肥到26.9公斤之前 想要先和大家 特别是第一次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交代一下前情提要 我刚开始帮四虎减肥的时候 它是9岁半属于老年犬 不过它身体的指标都正常 但是髋关节退行性病变比较严重 用当时医生的话来说 就是它这个腿基本上是废了 那它为什么是这么个情况呢 四虎从小是养在我们老家的 然后是由姥姥和妈妈带大的 老人喂狗呢都是一个样 就是它觉得狗吃不饱 所以它们不仅是喂的多 而且是啥都喂 什么包子馒头 面包 饼干 糖炒栗子 都是一斤一斤的买 都是硬货 吃进去的热量多 但是消耗的没有那么多 所以就产生了热量盈余 它就越来越胖 反正在我的印象当中 似乎大概四五岁开始就是圆鼓鼓的样子了 那狗狗肥胖的危害不用我多说 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 聊一聊帮四虎减肥 我都做了哪几件事 第一件事 管住我们自己的手 通常说减肥 我们是说管住嘴 但是狗狗吃东西是由我们人来喂的 所以其实是我们要管住自己的手 千万不能心软 不营养不健康的食物 一点都不能给 要给就是健康的 营养的 低脂的 有饱腹感的食物 而且也要严格的控制摄入量 过去这半年 四虎的饭主要是有两样狗粮和水煮鸡胸肉 有时候我也会买龙立鱼 鸡肉和龙立鱼都是属于低脂的蛋白质 另外也会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瓜果 像是秋葵呀西兰花 黄瓜南瓜苹果 树莓蓝莓黑莓这些 然后我现在院子里还种了紫甘蓝和羽衣甘蓝 将来也是要给四虎吃的 我的喂养方法是早上就吃一丢丢的狗粮和关节药 关节药的部分我会在迈开腿的那个环节讲啊 然后下午的时间呢 就是要么吃鸡胸肉龙立鱼 要么是吃狗粮 这两个大概是一半一半的 然后前面说的蔬菜瓜果就也会给它搭配 比如说我今天正好水煮西兰花 我就会留两颗给四虎 然后像最近是蓝莓丰收的季节嘛 基本上每天早上我都录上十几颗二十颗给四虎 我不是说它早上狗粮吃的少嘛 就有时候狗粮还没有蓝莓的颗粒多 那总体饭量的把控呢 我倒是没有刻意的去撑克数啊 我主要是看四虎的状态 还有观察它的粪便情况 因为四虎以前吃的多 它粪便是非常 我给大家这么说吧 像去年爷爷回大同去接四虎的时候 它们在出发前两天就给四虎断了粮 但是直到它们在路上的时候 四虎还能上厕所 就可想而知它里面堆了多少消化不掉的东西 但是现在在我的控制之下 四虎的边面就已经很正常了 所以小狗的边面也是可以体现出来 它摄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OK的 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狗粮 四虎其实从小到达吃过的狗粮 种类不算特别多 然后在它整个这个减肥期间 我们吃过两款 第一款是贯能的控制体重粮 就是所说的减肥粮 四虎吃这个减肥粮已经有四五年了吧 那减肥粮呢 不是说吃完以后就掉秤 而是说假设同样这么粮碗粮 减肥粮摄入的能量更低 但是它在大同的时候 刚刚说这个老人喂饭啊 它就是一勺盛进去 要不再添一点吧没事又来一勺 是这么个喂饭 所以说似乎这四五年 虽然没有很明显的瘦哈 但是你要这么想 如果不是吃这个粮的话 它可能更胖 但是到我这里呢 我喂饭的方法是食堂阿姨打饭 这一勺下去以后 要么呢得撩出去一点 再给它倒到碗里 要么就是不到干净得留一点 反正就是能省就省 这样个喂饭 大概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似乎已经瘦得挺明显了 我给它换成了Halo的老年犬粮 这个粮它也是低脂的 同时还有关节养护的作用 特别是我在美国 一位兽医博士的一篇文章里边看到 就它讲到抗肿瘤饮食 提到了Halo 低碳水化合物 无致癌物的一个非楚方粮 它说这个很适合作为 抗肿瘤饮食的打底 四虎又是一个老年犬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 然后试完之后呢 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四虎的排便比以前要更顺畅 更规律了 就可能它的消化系统 分泌系统都比之前要更好一点 那从五月份到现在 我们就一直在吃 所以我觉得可能 小狗也有个体差异嘛 每一只小狗 它对不同粮的消化吸收的情况 是不一样的 那市面上的那个减肥粮啊 老年犬粮也有很多 就是大家或许也可以 不同的去给小狗试一试 观察一下它们的情况 选择一个最适合小狗的那个粮 来做它的减肥粮 或者如果有时间 有精力的话 也可以完全做熟自制 那我呢 第一是怕营养配比配不好 然后第二呢 确实也没有办法 能每天去给四虎 做新鲜的东西 所以我就有这个狗粮来打底 再配合一些 其他的健康营养的吃的 然后这样试下来呢 效果也不错 大家就不用觉得做减肥粮 给小狗做东西 是一个很复杂的事 我们也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办 然后第二件事 迈开腿 就是我们说的运动 但是呢就跟我们人一样啊 不是说疯狂运动就行的 特别是体重大的 如果说运动不当 或者运动过量 它对身体的负担是很重的 对关节都有可能造成损伤 那似乎本来就是一个关节 有损伤的狗 如果说再损伤 它真的就不能动了 那就更减不了肥了 所以在迈开腿这一点上 我们主要是循序渐进 陪它做科学的运动 既包括日常每天的遛狗 也包括带它去户外 去大自然 它刚来大理的前两三个月吧 我基本上都还是保持着 它在大同的时候 每天的那个运动量 就是每天的消耗保持不变 但是我喂饭喂的少了呀 所以呢就这样去制造 那个热量的缺口 所以那段时间 如果我今天想带四虎 去一个地方玩 那么那天早上 我就会减少它的遛狗时间 可能在门口简单转一转 然后把它的这个户外的 活动的量都留到出去玩 就是每天它有一个固定的值 我要精确地计算这个数 包括我们带它去 一月份去运动雪山 最后盲牛平那几个坡 就没让它走 因为我就是我在算 它上来了 然后它那会还要下去 还要走一段路 那么这个量再走的话就超了 所以我就让它及时地停了 那是什么时候 开始增加的运动量呢 就是明显地感觉到它轻快了 比如说四虎开始遛狗的时候 每天这2.5公里 可能中间还得休息休息 后面就慢慢的 它不用休息了 一口气走回来 而且回来以后 也不像之前 进门处在地上就不动了 它还要在院子里 再溜达两圈 然后慢慢的 它溜它的时候 它甚至会拽着人 小跑两步 就是当它身子变轻了 它其实对它的关节的压迫 就是减轻了 它自己会觉得轻快 所以它自己也喜欢 蹦蹦跳跳的 慢慢慢慢的 我们就开始增加这个运动量 到后来它可以跟着我们去徒步 走个三四公里 再到前大概两个星期 四虎已经可以跟着我们走五公里 虽然中间也休息两下 但是它回来以后 并没有明显地感觉到疲惫 感觉这个量超标了 所以说四虎现在 它瘦下来之后的运动量 我们才开始一点点地往上加的 四虎啊 你也回来了 你累不累 听我刚刚讲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四虎主要的运动是靠走路 因为它刚开始也跑不了 后来呢 轻松了 能跑了 我也不舍得让它跑 就这个腿还是要省着点用 所以像上坡路啊 台阶路 我们都是尽量避免的 如果实在避免不了 我们就用背带的提手 给它助个力 似乎有两个带提手的背带 黄色的这个呢 材质比较软 然后蓝色的这个呢 它比较硬挺 蓝色这个 它是一个背带 配了一个腰腹垫 好 这样的话 就是对腰部的包裹感 更强一点 然后什么时候用呢 就如果说比如说是 这种上下车 就一瞬间的事 那这种时候呢 用那个黄色的 也没问题 但如果说像 比如那天我们去体检 要走一个楼梯 那我们就会用那个蓝色的 它力 就是拖四虎的那个力 会更舒服一点 带四虎出去玩 我最喜欢就是 开车可以直达美景的 那种地方 把那个车里 弄得宽敞一点 舒服一点 这样四虎的路上 睡觉也可以换换姿势 不至于一直压着腿 然后到地方之后呢 它开了就玩 像我们前段时间去那个 哈巴雪山 德拉营地 如果说我们那个车 不能开上去 似乎是不可能 从哈巴村 一直走到那个地方的 但是我们车上的去了 这个地方就特别好 下车以后 似乎可以在原地玩 然后我们呢 又可以进行 更长途一点的徒步 就大家都可以玩得好 其实呢 胖子减肥 游泳是很好的方式 它不伤关节 而且似乎也很喜欢 玩水猎犬 大理呢 又是一个 速不吸很方便的地方 有很多可以玩水的地儿 我们在似乎去过一次 游是能游啊 但是那个水下 吸水嘛 下面石头多 它上来的时候 腿还是有点费力的 而且我怕它打滑 再扭伤 所以后来就没再去过 总之就是在 迈开腿和保护腿 两者之间 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平衡 所以我说 这第二点 迈开腿是特别花心思的 你既不能为了运动而不管腿 也不能为了保护腿而不动 不运动的话 它慢慢慢慢肌肉没有了 其实是更容易受伤的 还有四虎的医生跟我说过 我们不要去干预狗狗 正常的生命活动 但是我们作为家长呢 可以对疼痛方面做一些干预 所以呢 这里就给大家再分享 四虎的两个关节药 一个是这个 维特式的鲨鱼软骨素 四虎吃的是医护板 医护板就是专门针对于 关节已经有明显不适 问题比较严重的小狗的 它里面添加了MSM 这个是对缓解肌肉不适 有帮助的 吃这个药的契机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大概是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妈妈发消息说 四虎走不了了 平常我不是说 它每天早晚各一次 每次一小时吗 但是那天早上 四虎连小区都没走出去 就坐着不能动了 然后妈妈就 反正一点一点一点 把它领回家 那我当然知道这个消息 我挺着急的 但我也知道 那肯定就是腿的问题嘛 太胖压迫的 然后我就在网上 做了一些功课 也问了问一些 养狗的朋友 最后呢就是买了这个的 先说给它试一试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大概就过了一个星期吧 似乎就已经恢复 正常溜狗了 就是它原来的那个量 我觉得这个还挺神的 反正从那之后 这个要求再没停过 我们到现在 给四虎 我买没有20瓶 也有十七八瓶了 不过呢 它以前胖啊 它一顿得吃 六颗或者八颗 现在只需要吃四颗了 就是它是按 那个体重剂量来吃的 然后第二个药 是卫士 今年新出的筋骨魔方 它主要是对 筋骨系统的一个保养 当然也缓解疼痛 我们现在是每天 晚饭的时候 给四虎吃这个 应该也是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反正四虎的 这个腿的状况 是越来越好了 包括我们最近去体检 医生看它那个片子 不也说嘛 不仅没有加剧 反而感觉还有所缓解 就达不到好的标准 因为那个损伤是不可逆的 但是通过看片子 觉得似乎会比之前那个状况 它自己的腿会更舒服一点 这已经是一个很好很好 很意料之外的结果了 就我挺知足的 就明显能感觉 它以前胖起身也困难 所以它在家里如果趴着睡觉 它可能就是扭来扭去 睡一天 但是现在它起身特别轻松 有点什么动静 就起来了 市面上类似这样的 关节药的产品是有很多的 大家也可以多搜一搜看 然后试着吃一吃给小狗 然后最重要的是找到 对它真的有效的那一块 然后坚持吃 那这第三件事就是坚持了 这也是最有挑战最难的 坚持管住我们自己的手 坚持迈开狗的腿 其实四股减肥这个 我真的是也是做好了 要打持久战的准备的 毕竟它是一只老年犬 在减肥这个事情上 顾虑的事挺多 但是呢 我确实也没想到 半年的时间 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效果 中间其实是有过瓶颈器的 就跟我们人减肥一样 就有一段时间怎么看着 一个硬没有再往下瘦呢 但是 在看不见的那些地方 其实努力都不白费 就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到 哎呀四虎这个腰身 怎么这么明显 你摸摸它的那个背的时候 发现 哎呦这个脊柱 怎么摸得这么清楚 就是效果还是 很突出很明显的 以上就是这半年 帮四虎减肥的一个过程 希望可以帮到 也想帮狗狗减肥的家长们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 或者想要继续交流的 我们就评论区见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才期见 拜拜 你要这么够呢 拜拜 拜拜